这种类似的指责我们听了都不止一次了 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我们坚决反对并且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窃密活动 我们倡导的是国际社会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 合作 共同应对 网络安全威胁